四大TVB新进花旦,就它几乎没差评,可在当红时打算做律师去了。 如果你有在2013、2014常常看TVB剧,你会发现那时候TVB就捧出了四大新进花旦,那就是陈凯琳、蔡思贝、李嘉欣和朱千雪,有印象吗? 这四个人到了去年都还是TVB的重点力捧对象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曾几何时,陈凯琳因张宝仔被骂,蔡思贝因充限被吐槽太炒,李嘉欣因与蝶同谋被批表现浮夸。 但唯一只有她朱千雪,从开始立鹏以来就几乎没差评,还是2017年网民评选的十大最左港姐,影帝黄秋声都公开赞她是宅男女神。 在去年,她本应是TVB的重点培养对象,但是她在大好的演艺时机中选择了放弃。 作为2012年香港小姐继军,朱千雪是那一年的民选港姐冠军,当时就被高层乐艺灵和现场多名资深TVB艺人很是看好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2013-2015年开始在TVB拍剧,先是在Encore 36小时2,再战明天,以何为贵,拆局专家多部剧中做第三女主角,开始在荧幕前摘露头角,记得那时候看她的表现,只觉得表现青涩,但演技不差。 那几年陈凯琳,蔡思辈和李嘉欣基本都沦为TVB剧迷的谩骂对象,尤其是陈凯琳的表现,实在是不得民心,捧得太高跌得太重,反而就是朱千雪过得自在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2016年,一部EU超时任务让她人气飙升,和新近小生王浩信一起合作的渠头和奋激励CP,成为年度最高人气情侣。 去年的踩过界,朱千雪是第四女主角,气愤不多,却也是备受关注的一位。 该剧让李嘉欣,蔡思辈成功扭转了观众对他们演技差的印象,而朱千雪在这个时候,好像已经被TVB冷藏了似的。 其实不是,自2016年EU超时任务后,朱千雪可能更加明确了自己要走的方向。 在2015年向TVB请假一年去修读香港中文大学企业传播社会科学系硕士学位,其后在2016年修读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博士学位。 忙于学业,直指2017年末,受访透露自己被考法律,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也因为这个,朱千雪从2017年开始几乎不再有消息,除了TVB有台庆,颁奖力活动和一些广告活动出席之外,其他时间就真的基本在潜水了,而TVB应该都默认了它的方向,所以在2018年,朱千雪一部剧都没有。 兴许等他读完法律拿下了荣誉学位,就要转行做律师,不然修读来干什么呢?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